在命理学中,一个人的事业走向,无论是打工之路还是领导之徒,往往与命盘中几个关键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鼠舌的人来说,这其中尤为明显,其实夜天赋和角色定位可透过对生辰八字的精细分析而明晰。 首先,八字中的天干对于鼠舌的人是否具有领导前置起着关键作用。 天干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性格特质,行为模式及思维方式。 鼠舌的人若天干强悍,能量充沛,可能天生具有独当一面的领导能力。 例如,天干中若有炳火,代表阳刚之气、创新和突破,若主干为人水,则表明其具有较强的计划和组织能力。 其次,地支是判断一个人社会角色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支中所涵盖的工位,包括是业工、财博工等,关系到鼠舌人的工作环境和事业发展。 地支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组合,反映了一个人适合什么样的职业方向和角色。 弱地支配置呈现支援,和谐的状态,则有利于在职场中担任领导角色。 弱地支向冲相形,则可能更适合幕僚从属或专业技术职位。 再来,命盘中的食神,代表了鼠舌人与外界的互动模式。 例如,食神格常常代表善于沟通,拥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对于领导来说是重要的素质。 偏应格则意味着创意和思考的特质,若食神中偏应强望,鼠舌人可能更适合于从事策划或创新类的工作。 最后,五行之间的平衡状态,也对鼠舌人的是夜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行代表生命力和动力,五行间的相生相克,影响着一个人的身心状态,及其对外界事物的反应。 鼠舌人若五行平衡,则精力充沛,心身健康,有助于扮演领导角色。 如果五行失衡,则可能需要投入更多努力来维持职业生涯的稳定和发展。 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考量的,他们在鼠舌人的命盘中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蓝图。 通过全面细致的分析,鼠舌人可以对自身的天赋和潜力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然而,这只是形式的一面,鼠舌人如何应用这些命理知识,致实际的是液发展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进一步探索和厘清。 鼠舌人在工作场所的角色定位,从命理的角度出发,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领导天赋,除了前文提及的四个主要方面外。 还需细查其命盘五行平衡,与此为陡树之星宿位置。 这也是判断其是否更适合领导职位或是打工岗位的重要因素。 其五,是审视命盘中五行元素的平衡与否。 五行元素的平衡寓意着身体与心灵的和谐。 如果五行平衡,则代表此人能够在各重情况下,保持冷静与自信,这是成为一名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之一。 相反,若五行严重失衡,则显示这个人可能情绪化、冲动,这样的特质在领导岗位上可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其六,从紫微斗树中的特定星宿来看,诸如紫微、舞曲、天机星等,被认为是具有强烈领导特征的星宿。 若这些星在命盘中位于关键的宫位,譬如命宫,是夜宫或财富宫,则更表明此人具有领导天赋,容易在社会上争取到高位。 其七,要注意命盘中贪狼星的位置。 贪狼星主致谋,但也能带来不给予冒险的精神。 他若落在命盘的正财,偏财工,则意味着其人更适合自主创业或在变动较大的环境中寻找机会。 这种情况下,鼠蛇的人可能会感到受领导职位的约束太多,而不如自由发挥来的适合。 七八,命盘中五行水的强度与位置也不可忽视。 水代表沟通与协调能力,这在领导职位上是极为重要的。 若水位置家且强势,表明此人擅长沟通,能促进团队合作,这是成为一个好领导者的关键条件。 综合以上八个方面的分析,鼠蛇的人是否适合领导职位或是打工岗位,需综合本人的命盘配置来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结果如何,命运并非一成不变。 透过后天的努力与学习,鼠蛇人完全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为了提升自我的领导潜能或改善工作表现,在了解自身命理特征的基础上,鼠蛇的人也应当注重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专业知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此,无论是处于领导地位还是打工岗位都能够展现自己的最大潜能达到职业生涯的高峰。 终究,命里只是指引方向的一种工具。 真正决定鼠蛇人一生的,还是个人的选择与努力。 通过不断自我提升与学习,无论是领导向还是打工向,都能成为鼠蛇人自己命运的主宰。 完结而言,属于鼠蛇之人的光辉将在不断地挑战与努力中更加璀璨发亮,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从二八法则来说,百分之二十的人是能力比较强的精英,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则是能力平庸的普通人。 无数人终其一生,打拼一辈子,就是希望摆脱普通人的宿命,进入到精英的圈层当中,实现人生的跨越。 用直白一点话来说,每个人都在走独木桥,能够挤过桥的人就有了发展的机会,而挤不过桥的人也许就只能回到底层当中了。 就跟读书考试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会有小升出、出升高以及高考等选拔性的考试,就是为了要划分不同的人群层次。 考得上高中,就有机会读大学,而考不上高中,也许就只能出来干苦工了。 大学毕业后,能够顺利找到好工作,算是苦经干来了。 而大学毕业就失业,依旧处于生活的边缘当中。 在社会打拼,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不同的圈子层次,有不同的人群分层。 哪怕在职场当中,也有打工人和管理层一说,一个人到底是打工项,还是领导项,取决于这四个地方。 江湖讲究的,那是人们所拥有的资源和人脉。 资源可以是钱财、物质、资产以及事业。 人脉,一般都是指有作用的合作者以及靠山。 这所谓的资源,真的就如此重要吗? 只能说,有钱在手,跟没有钱在手,所过的生活,那是天差地别的。 有钱在手,人们就能拥有更多的选择。 想工作就工作,想投资就投资,想做生意就做生意,反正自己有底气。 哪怕不干活,也没有人说你。 而没有钱在手,那就只能为老板做牛做马了。 特别是在赚钱困难的今天,也许老板只要给你两百块,就能让你干一天的活,而你也只能心甘情愿。 所谓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男。 钱财这种东西,虽然说是俗误,但它能够帮我们解决生活中99%的问题。 如果有些问题难以解决,其实不是钱财没用,只是钱财不够多罢了。 上文谈到,钱财资源特别重要。 那对于出身贫寒的普通人来说,到底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呢? 还是有机会的,关键要看自己的能力了。 这种白手起家的人,特别稀缺,一万个人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就不错了。 不然,为什么会老板的占比会那么少,而打工人的占比会那么多?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读书的时候,为什么父母和老师都劝我们好好读书, 未来找到好工作,而不劝我们白手起家,成就一番事业呢? 很简单,因为父母是打工的,老师也是打工的。 按照普通人的打工逻辑,怎么可能交出一个老板呢? 成为老板,那是要看本事的。 懂不懂得知人善用,懂不懂得驾驭人心,懂不懂得左右逢源,懂不懂得到处周旋,懂不懂得看透人心,这一切都影响了人之命运。 就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般,出身于草莽,而又有所成就的人,如凤毛麟角一般。 到底什么是独属于自己的机遇呢?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只属于你自己的机会,别人只有看的份,而没有拥有的份。 只要把握了机遇,多半能摆脱打工的命运,变得富贵起来。 就拿工地的老板和农民工来说,为什么老板到处应酬,或者坐在空调房里,就能持续赚钱呢? 为什么打工人辛苦一生,还是没啥收获呢? 因为这些老板抓住了各种机会,比如说投资的机会,信息渠道的机会,别人给他提供的机会,以及自己挖掘的机会。 而打工人,多半没有什么机会。 很多人会说,工作多年,难道就不能积累自己的资产吗? 可以是可以,但不会多。 所谓工资不出头就是这个道理。 老板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老板,只是他们中途好运,抓住了机遇,便扶摇直上罢了。 韩玉说过,故虽有名马,直辱于奴隶人之手,偏死于曹丽之间,不以千里称野。 这匹马是千里马,很有潜力,但他没有遇到伯乐,而是遇到了毫无眼光的人,所以他终其一生都走不出马槽,最后在失望当中老去。 伯乐,对于出身一般的人来说,那是特别重要的。 说的夸张一点,一个贵人的出现,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有一个小伙子,年轻的时候就到广州打拼,后来被老板赏识,他也把老板的女儿泡到手了,最后结婚了。 如今,这小伙子是老板的左右手,自己也在外面开了公司。 不论这个人是否依靠他人,是否有吃软饭的嫌疑,但他受到老板的赏识,泡到老板的女儿,也是他的本事。 人在江湖打拼,单靠自己,其实很难。 唯有遇到机遇和伯乐,才有翻身的机会。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才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 台子 5 7 想